好 时间差不多了 首先感谢大家过来今天听我们这边的一个分享 我是李鹏 来自阿里云 这是我今天的partner 温文哲老师 他来自树河科技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 树河使用Kinaito 加速AI模型服务部署 我们会从如下三个方面分别去进行介绍 首先由我来介绍Kinaito相关的一些技术 第二部分由温文哲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树河基于Kinaito的一个最佳实践 最后一部分是我们会介绍一下 在Kinaito里面部署当前一个比较活热的 一个AIGC的应用 Stable Diffusion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Kinaito 众所周知 K8S自从2014年开源以来 受到众多云厂商和开发者的一个青睐 这一款开源容器变变系统 使用K8S可以降低运温负载 提升运温效率 并且其提供标准化的API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避免了云厂商的绑定 进而形成了以K8S为核心的一个运温生生态 根据2021年的CNCF的调查报告 全球有96%的用户在使用 或者计划使用K8S 而随着云厂商技术的演进 按需使用的Solarize技术 逐渐成为主流 根据Garden的预测 2025年 全球将近有50%以上的企业 将会部署Solarize应用 我们知道以AWSLAMDA为代表的FaaS技术 把Solarize技术带火了 用户只需要写一段代码 就可以跑自己的业务 而不需要关注底层的一些技术设施 但使用FaaS也会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是它的开发模式的侵入性比较强 另外就是函数的运行时常 有些限制 此外就是跨平台 跨云厂商的这种支持 而以K8S为代表的容器技术 恰好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Solarize的核心理念是 聚焦业务逻辑 而减少对底层基础实施的关注 那么如何面向开发者提供 基于K8S开放标准的Solarize容器技术呢 答案其实是Konetive Konetive是2008年 谷歌在Cloud Nets大会上 开业的一款Solarize应用编排系统 它基于K8S 它的目标是制定标准的 标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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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帮助我们部署和管理现代化的 它是一种工作负载 打造企业级的Solarize平台 我们安理云这边就是也在比较早的 2019年就已经提供了 Konetive产品化的一个能力 随着去年也就是2022年 Konetive正式成为CNCF的复发项目 当前也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拥抱它 那么Konetive主要包括哪些功能呢 主要两个模块 一是用于部署工作负载的Serving 另外就是世界驱动框架Eventing Konetive Serving提供了比较简洁 高效的一个服务部署能力 通过基于请求的一个自动弹性 我们可以按需使用资源 不用的时候它可以自动松松到零 另外它也提供了一个 基于流量的辉度发布能力 而Eventing它基于标准的 CloudUner协议 可以接入不同的事件员 而事件之间的流转 可以通过Broker Trigger这种 事件流转机制 非常方便地去处理 是一种事件的流转 那么我们说一下它的应用模型 也就是Connective Service 其实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用于部署工作负载的Configuration 另外一部分是 用于设置路由策略的Router 也就是说我们工作负载 如果变更音乐镜像或者环境变量 我们可以修改Configuration这些配置 每一次修改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版本 那么我们可以基于不同版纸间 如果做灰度发布的话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调整它的一个流量比例 例如我新创建一个新的版本R 然后将36%的流量打到这个新的版本上 然后原来它是70% 这样流量就会按照7比3的比例 分别转发到一个新旧版本上去 而这个时候如果发现新的版本有异常 我们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流量比例 做一些回轨 此外 Canada 里面还提供了一个叫做 对每个版本我们可以是一个Tag 这个可以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理解呢 它是一个精细性验证的一个能力 我们对每个版本 某个版本上做一个Tag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版本单独地进行 进行验证 而不需要线上的流量去直接打上去 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精细性验证的一个能力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就是Connective 它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弹性能力 也是它主打的叫做基于请求的自动弹性 KPA 我们知道K8S里面提供了原生的就是HPA 它是基于CPU Memory去做自动弹性的 但是基于这种基于CPU Memory 有时候并不能直接反映它的一个 业务负载情况 而基于请求硕或者并发硕这样的 更能反映它的真实的一个业务负载 那么Connective就提供了 基于请求的一个自动弹性能力 那它们怎么来做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官方的这张图 首先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观众一几点 一是指标怎么采 它怎么采呢 Connective里面通过一个 对每个业务上做一个这种Sight Car 叫做Q Proxy这样的容器 去采集它的一个 设计它的一个指标 以并发硕为例 它可以拿到这个 当前的这个 转发过来的并发硕 然后 AutoSquare组件拿到这个并发硕之后 会计算出 我当前的 所需要的Pode硕 那么计算方式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基于当前总的并发数 然后处于它的一个每个Pode 所能承载的一个最大并发数 然后再乘一个目标使用率 就可以计算到它的Pode说 那这个目标使用率是什么概念呢 我稍后会再 会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点 这就是它是 基于请求的一个自动弹性能力 此外 肯南度有另外一个特点的一个功能 是缩用到零 其实相对于我们 平时使用资源的时候 如果没有请求的话 我们希望它能够缩用到零 而肯南度提供这种能力 它是怎么来做到呢 其实就供用过两种模式的一个切换 一个是Purpose模式 另外就是Sore模式 Purpose模式 只是顾名思义哈 就是个代理 也就是当 当请求 然后过来的时候 它 这时候如果是没有Pode说 它会先转到一个Activate上去 Activate收集到这个指标之后 它会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 把当前的请求给缓存起来 放到一个请求队列 另外就是 它会发送一个指标给AutoClear AutoClear收集到这个指标之后 会计算到Pode 它知道我收到信号 有新的请求过来了 我要去谈 那么就会谈出新的Pode 一旦这个新的Pode Ready 达到Ready的状态 那么Activate 会将对列中的这些请求 转发到这个Pode上去 这就是0到1的一个流程 而一旦这个流量没有 我们不收到一个流量 没有请求 没有仿佛访问了 这时候AutoClear也会从 QProcess拿到这些指标 说没有请求了 那这时候怎么呢 它会做一个调整 去调整它的模式切换 或切换到AutoClear模式 这时候它就会自动送入到0了 我们知道实际我们生产中 就是请求或者业务流量 它是个不确定性的 但是真的这些不确定的 往往遇到会有一些突发的流量 对于这些突发的流量 K9其实也提供了一些方式去做 主要是两个 一是 遇到面 就是有突发的流量进来了 我首先要快速谈 资源出来 另外就是 对于这些突发的流量 我如何避免当前的这些 正在提供服务的正常Pode 被流量打爆 如何是快速谈呢 它其实也是通过两种模式 进行处理 一是稳定模式 另外就是恐慌模式 稳定模式是 这里面我稍微说一下 稳定模式是基于稳定窗口 默认是60秒 也就是它会计算 60秒内的 我说到一个 以并发术为例 它会计算60秒内的 一个并发术的一个 基于这个60秒内的并发术 计算当前的一个Pode请求术 Pode弹出的资源术 另外就是恐慌模式 恐慌模式 它有一个恐慌窗口期 这个恐慌窗口期 是通过稳定窗口期 乘以它的一个参数 就是拍的一个window percentage这样的参数 默认是 参数0.1 它可以计算出 默认情况的一个 恐慌窗口期就是6秒 也就是说会计算 恐慌窗口期也就是6秒 也会拿到6秒的一个时间 我计算这6秒内的一个 应该弹入多少Pode数 那么最终是 应该是使用哪一个 模式下计算的Pode数 它会这里面 会有一个恐慌欲值的概念 恐慌欲值也就是说 它模式是2 也就是说 如果是恐慌模式下计算的Pode数 大于当前我正在ready的 运行中的Pode数 乘以我的恐慌欲值 也大于它两倍 我发现它已经 这个是个突发的流量 那我赶紧用恐慌模式 这时候就用恐慌模式下计算的Pode数 进行生效 那另外一个 就是如何避免被Pode打爆呢 它提供了一个就是 突发请求容量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当正常请求的时候 我通过Gateway直接打到Pode上 然后如果是遇到突发流量 它超过了我设置的突发流量 那个请求的容量预值 那么它会做个切换 它会切换到一个 也就是Activator组件上去 Activator这时候就会 把那些突发的流量 做一个缓冲 缓存起来 然后等Pode 真正需要的Pode 创建ready之后 然后我再去转发上去 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坚决地可以避免了 Pode被突发过来的流量打爆 另外 其实能启动这个 我们也知道 其实对于正常的Pode启动过程中 它涉及到拉镜像 然后容积启动 业务容积启动 这些过程 是存在弹性之后 能启动的一个问题 Connected里面 也提供了一些 减少能启动的一些技巧 第一个就是延迟缩容 它提供就是 首先 对于那些 Pode频繁扩缩容 或者是 Pode启动成本 比较大的这些场景 我可以通过延迟 让它缩下去 然后避免它频繁地去扩缩 你可以做到一个 相当于坚决做到一个 减少能启动的一个效果 另外我刚才 上面也提到过 就是目标使用率 目标使用率 是在我们计算 需要谈多少Pode的时候 计算出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调低目标使用率 实现资源预热 假如我现在设置的并发硕 单个Pode并发硕是10 我设置的它的目标使用率是0.7 也就是达到70%的时候 它就会去扩容 这种间接的形式 实现了一个资源的预热 接下来我说一下 就是Kanaito有一个弹性错略的配置 它那个比较多 这些配置参数也确实比较多 也间接地说明了 它提供的弹性能力是非常丰富的 我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这个Pode PodeAutoSlayer class这个 就是弹性插件类型这个 我们可以通过 如果我们有自己自研的弹性能力 比如我们阿里云这边 自研的像HPA MPA 就是弹性预色这个 像MPA是精度的弹性这个 都是扩展了弹性能力 然后这时候我可以通过设置 它这个PodeAutoSlayer class 指定不同的弹性材件类型 我们知道开源的这些项目 我们不能直接拿来用 Kanaito也是社区的 原生的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它的组件比较多 运维比较复杂 另外就是网关能力 我们希望提供真正生产可用的 云产品网关能力的支撑 此外就是它虽然做了一些 减少能启动的一些scape吧 但是我们还是 它不能没有去完全解 能启动这个问题 那么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阿里云中去服务Kanaito 在完全介绍设计Kanaito之上 做了一些功能上的也增强 例如就是我们支持 就是AI推理框架K425 在弹性方面 我都可以提供保留资源池和精准弹性 然后也支持弹性预测的一个能力 在网关增强上 我们支持了云云产品的网关 像MSIE ARB 然后像ASM 就是服务的能力 世界驱动上 我们也做了一个升级 与阿里云自身的世界驱动产品 做了一个深度的集成 此外我们还支持阿里云生态 其他产品做了一些融合 接下来我说一下就是保留资源池 这个保留资源池 什么场景来用呢 一般是两个场景 一是ECS和ECI混用的 ECI是弹性容器实力 也就是说在常态流内向下 就是我们可以备用一个池子 就是正常的如果有常态的一些水位 我们备用一些ECS的资源 或者是包粘包粘的 因为成本更低一些这样的 我们面对突发流量 又希望它快速弹起来 我们可以用ECI资源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如何去实现这种突发流量去用ECI呢 我们可以通过CN2里面 保留资源池去配置 另外就是资源预热这个 我们也可以通过保留资源池来做到 也就是说当它没有流量的时候 我们会将它缩容到一个低规格的实力上去 低规格的一个实力上去 然后一旦有请求进来之后 我们首先用低规的实力给它返回当前的一个请求 同时我们会扩容正常实力出来 一旦正常实力出来之后 我们会把低规的实力松容下去 对0到1的这种情况 我们其实做到了避免能启动 接下来说一下就是Connective 就是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扩展就是精准弹性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POD本身它其实有些场景下 就是一个POD的处理请求的并发出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又要精准地控制 这一个POD只能处理多少 也就是说有的甚至一个POD 我只处理一个请求 或者只处理两个请求 这就要求我对这个请求做精准的一个转发 精准的一个弹性处理 那这是我们和我们的云产品 就是MSE MSE 原生网关做了一个结合 提供了就是一个弹性能力的扩展 叫做MPA 接下来就是说一下谈云色 谈云色这一块是 其实是我们本身就是 我们安理云也有一款这样的一个 产品能力 也叫做AHP AHP 然后它是可以基于历史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指标 比如CPU Memory或者是QPS 也支持S定的指标 基于这些历史的指标 它通过机器学习的一些算法去分析 然后识别它的周期 然后提前预测下一个周期 我们会提 我们也可以做到就是提前 未来24小时 每一分钟的破头说 都可以做一个分析出来 然后做个预测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相当于可以提前准备资源 像这边 像传统的HPA 它是等请求来了之后 我再谈 但是HPA我们可以做到 就是在它请求来之前 我预测到要来请求了 那我就提前去谈 可以做到一个避免能启动 Knate我也与HPA Knate做了一个深度的结合 当前支持谈预测能力 这个就是Knate 上面是一个谈预测的效果 上面是Knate 就是原生的那种方式 我们等了请求 它是等请求来了之后 我再去扩容 那对于其实有些场景 它是惊吓比较大 其实尤其对于现在的这种 AI的应用来说 它的模型加载 或者是拉镜像 这块是非常耗时的 会存在一些弹性之后 而通过我们HPA 就可以等到 它来之前 这下面是它的请求 来之前我就给它扩出来 提前准备资源 避免它的能启动 另外就是我说一下就是 世界驱动这一块 就是Knate的里面 其实它本身也提供了 就是Knate上面的原生的能力 Knate的里面挺 但是 这种原生的能力 我们直接来用的话 也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试验员比较多 我们要接种不同的试验员 我们要自己写试验员的实现配置 这是比较繁琐的 另外就是 我们如何保证它世界流转中不丢 我们其实是结合云产品的能力 也就是提供了直接面向Knate的Serving 去操作一个世界驱动能力 而它真正去承载的是Invent Bridge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完全地实现了一个云产品 就是生产级别的一个世界驱动能力 我们知道就是Knate可能是在实际业务结合过程中 就是Knate我们的实际业务相结合 应该怎么来做 然后通过Knate能给企业带来哪些收益呢 接下来就是有请欧云哲老师跟我们分享 树河基于Knate的最佳实践 好 感谢李鹏老师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来自树河科技的 技术架构团队的魏文哲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树河是怎样基于Knate的一个模型部署的一个最佳实践 首先介绍一下那个 我们的树河科技 树河科技成立于2015年8月 树河科技是一家以大数据和技术为驱动的 为金融机构提供高效解决方案的一家技术公司 那么我们的业务涵盖消费信贷 小费企业贷款 场景分歧等多个领域 并且提供营销货客 风险防控运营管理等服务 那么树河科技旗下的环背APP 是一款为个人提供消费信贷服务 并且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贷款支持的一款APP 目前有1.3亿的一个注册用户 然后并且为1700万用户提供了一个消费信贷服务 那么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BetaCDS平台 BetaCDS是树河的一站式DevOps平台 那么我们的Connective模型也是基于BetaCDS打造的 可以看到我们BetaCDS有很多模块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虚线框中的这些 是我们的一个模型持续交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模块 首先是我们的流水线 那么我们流水线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编排我们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流程 同时我们也支持了这个应用模板的一个能力 支持了多种的应用类型 其中Connective模型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应用类型 我们流水线中其中包括了一些一些步骤 比如说镜像构建 镜像扫描 然后镜像部署 还有一些 还有我们的自动化测试 那么中间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制品仓库的一个模块 那么我们制品仓库主要就是管理我们的交付物 然后同时我们的制品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包括我们的榨包 袜包 还有我们的模型文件 镜像文件等等 通过我们制品也可以关联到这个一个镜像的一个安全报告 质量报告等等 那么我们Connective模型也是基于跟我们的制品进行关联 来管理我们的模型的一个版本 然后通过制品去发布我们的模型版本 那么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发布管理的一个模块 那么发布管理的话就是我们的发布平台 来管理我们的发布计划 还有我们的发布的策略 还有我们的灰度的策略等等 那么我们的模型的持续交付 就是基于以上几个模块来共同完成的 那么在我们过去的模型发布也存在了一些问题和痛点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那个模型的一个版本的生命周期 不是止步于上线完成 还包括它的这个资源的回收和模型版本的下线 那么在模型上线的阶段呢 首先我们要去申请资源 那么申请资源的话我们通常 因为我们在业务初期很难去预估一个模型的一个真正的资源使用量 我们往往都会去预留buffer 那么预留buffer呢 可能作为资源使用方 为了保证资源的一个服务的稳定性 那么我们都会超过我们实际使用的规格去申请 比如说我们通常如果使用两核 那可能就申请四核 申请八核甚至这样子 那么这样就会 那么即使我们申请了这部分资源 可能也不是全时段用满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线上的一些应用 尤其是一些离线照部类的一些应用 它的整体的这个资源使用率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很低的 那只有在某些时候才会涨上去 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周期性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一个资源使用缺乏弹性 导致我们的一个资源浪费比较多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个资源难回收的问题 就是我们线上目前一个模型的版本 可能一个模型有多个版本 那么我们通过不同的版本去观察 模型的一个实际的使用效果 如果某个版本评估的效果不佳 那么我们会在决策流程中将这个版本下限掉 那么下限以后它就不再提供服务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将资源及时回收 那么就会造成一个资源的浪费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人工操作比较多 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的上限和下限的过程中 有比较多的人工介入 尤其是在模型下限的阶段 因为下限资源嘛大家都比较谨慎 可能要再三确认 所以这个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发布效率的一个降低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BetaCDS 模型持续交付的一个技术架构 可以看到最上面是我们的模型平台 那么我们的模型就是在我们的集群的云桌面中 进行训练和开发的 那么在这里会产生我们的模型文件 以及这个模型的一些中间的训练数据 那么我们通过将模型文件登记到BetaCDS 然后会产生一个与模型文件对应的一个织品 那么这时候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CNATIVE的配置模块 那么我们通过CNATIVE配置模块 可以配置我们的CNATIVE的一个全局的坦果配置 和一个版本的坦果配置 那么中间的这个部分是我们的一个CI的流水线 那么CI的流水线主要功能就是构建出 通过我们Docker File 然后拉取模型文件构建出我们的一个模型文件 就是模型镜像 镜像构建完成之后就进入到一个部署的流程 然后部署就是通过我们的部署流水线来完成的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部署就是通过更新CNATIVE Service 然后设置我们的镜像版本和一个我们坦果配置 然后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对应的revision版本 那么下面是我们的一个 下面是我们的一个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这个 Cubernetes集群 我们流水线更新CNATIVE Service之后呢 会产生一个对应版本的revision 那这个revision会包含我们的一个deployment的对象 然后deployment的对象 产生了这个republic stack和pod 那么流水线就去watch这个deployment 那么当所有pod都ready的时候 我们则就认为这次个版本是部署成功的 那么最后我们流水线会为这个revision版本 打上一个tag创建一个版本的路由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一个多版本发布的能力 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BetaCDS的制品 这个制品是有多个版本的 那么右边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revision CNATIVE的revision版本 这个revision版本跟我们的制品版本就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我们制品实际上就是包含我们的模型镜像 然后我们去设置更新我们CNATIVE Service 就产生了对应的这个revision版本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线上模型的一个多版本共存的能力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为每一个revision呢 都创建了一个版本路由 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在我们的决策的流程中 模型的这个业务决策流程中 通过不同的版本路由去调用不同的模型服务版本 来观察这个模型的一个实际效果 那么 那么因为我们支持了多版本路由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个灵活的一个流量的策略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也支持了一个latest的版本 那么latest的版本是实际上可以指向任何一个revision版本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在 不改变我们业务决策流程的情况下 将这个latest的版本切换到任何一个revision版本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线上流量的无缝切换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我们一个基于请求的谈过能力 那么这个图呢是我们的一个revision版本的流量 从百分之百到零的一个工作过程 那么可以看到 先简单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使用一个基于流量的坦阔策略 因为 我们大部分模型都属于一个计算密集型的一个服务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模型服务的 CPU使用率跟我们的请求数是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当请求数越高的时候 我们CPU使用率就会越高 那么如果遇到一些突发流量的场景 那么很容易就将我们的模型服务打爆 导致一个服务不可用 最终导致一个系统的雪崩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希望基于请求的流量进行坦阔 那么其实类似的还有我们的 比如说HPA的指标坦阔 那么我们指标坦阔呢 也存在几点问题 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我们那个指标坦阔的 HPA的坦阔整体的链路比较长 首先要HPA首先要服务去暴露指标 然后普罗米修斯按周期去抓取这个指标 然后HPA再根据普罗米修斯的指标 去控制我们deployment去弹阔 那么一看到整体的链路是比较长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HPA弹阔 这个指标本身可能不准确 不能够真实地反映这个服务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有一些我们java应用可能会存在GC的这种情况 会导致我们这个指标的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指标我们HPA弹阔 存在一定的延后性 就是也就是说当这个指标上升的时候呢 那这个服务响应的延迟就已经很高了 那这时候如果再等到我们HPA去启动这个弹阔过程 然后等到Pod ready的时候 这整个过程都是延后的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个弹阔时间提前 采用一个基于请求数的一个弹阔策略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Pod 就是针对之前我们模型下线的一个痛点 我们可以将这个某个Revision版本的最小Pod数 缩到调整为0 那么这样的话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下 那这个Revision这个Pod就会自动被回收 那么也就不再占用资源了 这时候如果再结合我们的ECI的弹性节点 那么就可以实现我们模型的一个真正的serverless能力 我们下面介绍一下我们发布流水线和一个模型弹阔配置 左边这是我们的发布流水线的一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首先就是触发一个connective service的部署 然后部署完成之后新增一个版本路由 然后更新latest的版本呢是作为一个流水线参数 来决定是否要在部署成功的时候 去更新我们这个latest的路由 将它切换成最新版本 那么最后一个部署就是像系统同步这个部署的结果 那么右边的是我们的模型弹阔的配置 那么最上面的是我们的一个模型全局的一个弹阔配置 它会作为一个版本的一个默认配置 那么中间呢就是一个版本的自定义的一个弹阔配置 可以自定义某个版本的一个弹阔配置 那么下面这个下面部分 最下面这部分是我们的一个弹阔的事件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 Kubernetes的一些Polar的伸缩事件 那么下面看一下我们集群的一个伸缩弹阔的一个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容器应用是运行在我们的ACK和我们的虚拟节点上面的 那么ACK的话维护着我们固定节点的那个资源池 那么固定节点是根据我们这个集群的一个常驻的Polar数 和一个常规的业务用量来进行规划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包年包月的节点 然后成本更低 然后右边的是我们的虚拟节点 那么虚拟节点的话 上面就是运行我们的ECI的实力 那么类比应用如果它无需关心我们的Pol的话 我们就要称为Serverless 那么如果我们的Pol无需关心我们的节点的话 那么就成为NodeLess 那么NodeLess节点的话 提供我们一个弹性的能力 能够轻松地应对一些突发流量和一些周期性的任务 那么虚拟节点的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成本更低 就是一些比如说线上的一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一些任务 或者是一些离线照吧这些任务 它有明显的周期性 所以它不会一直占用资源 那么使用虚拟节点呢就是我们按量付费的虚拟节点 可以节省我们的成本 那么第三点呢虚拟节点的一个免运维的优势 就是因为无需关心节点嘛 可以节省我们的运维成本 那么通过虚拟节点也满足了我们弹性的一个需求 同时也会 也能够降低我们的使用的成本 那么通过ACK与虚拟节点的混合应用呢 兼顾我们资源的成本和弹货的需求 提高我们资源的一个使用率 去实现我们一个低成本的高弹性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 请求与集群节点的一个示意图 那么在我们金融风控的一些业务场景下面 存在一些跟决策相关的一些批量调用 还有一些营销活动都会使我们的模型服务 面临一些流量激增的一些情况 那么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基于请求的一个 弹货策略 所以当流量激增的时候 我们能够快速地弹起我们的POD 来响应请求 同时我们也加入了这个按量付费的弹性节点 那么当请求数过大的时候 我们会弹起这个弹性节点 那么因为是弹性节点 能够保证我们一个足够大的一个资源使用量 那么当请求减小的时候 我们这个节点就会被回收 那么降低我们的使用成本 那么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源使用的一个 和我们集群节点的一个曲线 我们看到我们的ECS常驻节点 是保证我们一个常规的业务资源使用 那么ECI的弹性节点 来应对我们突发流量和一些job的场景 那么通过ECS和ECI的混合使用 能够最大化地提升我们资源的使用 那么下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上线的一个实际效果 可以看到这个张图里面有两条线 下面这个黄色的这个曲线 是我们的一个集群的请求流量的一个曲线 可以看到我们集群的请求流量 这个波动范围是比较大的 有波峰有波谷 有很明显的一个周期性 那么上面的这个绿色的这个线 是我们集群的一个泡的数 那么集群泡的数可以看到 它是整体是非常贴合我们请求的这个曲线的 当请求流量上升的时候 我们泡的数也是上升的 请求流量下降的时候 我们泡的数也会回收 然后泡的数也是下降的 那么这条线是我们的一个峰值泡的数 可以看到我们峰值泡的接近是2000个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使用规格去预留资源的话 这会造成一个资源的一个很大的浪费 我们整体这个资源的使用率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么下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成本的收益 那么我们的成本比例呢 在使用Connective模型之后呢 大约节省了60% 那么右边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部署效率提升 那么结合Connective的这个多版本部署的一个能力 我们的这个 部署的效率 从小时级降低为分钟级 整体的部署效率提升了80% 那么最后我们这个Connective模型的实践 也获得了这个权威的认证 那么树核的Connective AI模型 获得了新同院云原生产业联盟的一个 云原生优秀案例的一个权威认证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 我关于树核的Connective模型实践的一些分享 那么下面接着由李鹏老师我们介绍下一部分的内容 我就快速说一下 就是我们最后这一部分 其实是基于Connective 部署一个就是Stiffle Diffusion 当前比较火的这种AIGC的这样一个应用 为什么要做在Connective里面去部署呢 就是实际在K8S里面 如果直接使用Stiffle Diffusion 这样直接部署的话 其实还面临一些问题 就是它请求的时候 这个所创建的PODO的时候 它需要精准地去处理这些请求数 如果超过这个请求的话 超过这个它的最大处理请求数 它这个请求会挂掉 也就服务不可用 就是生成不了图片也就是 另外就是我们知道GPU这些资源非常珍贵 我们希望就是用的时候就弹出来 不用那么去缩 希望基于请求来自动化的一个扩缩 那我们就是在提供了Connective 部署这种Stiffle Diffusion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按需使用 另外就是一对一的请求转发 没有请求的时候就让它送到零 我可以演示一下它有一个效果 简单看一下 这是我们部署的一个服务 然后我是每一个PODO 这个好像没投出来对吧 这个怎么投出来啊 投出来一下哈 好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视力哈 就是这个视力的话 这里并发说是5 然后那个每个PODO 可以处理一个请求 然后其实它可以像创建5个POD 去处理当前的这个生存图片的一个任务 然后我们会发送20个 然后我现在点一下 开始压 这个可能 你可以看到之前它是没有PODO的 这个就是PODO硕 之前是没有的 没有请求流量的 现在它收到了这个请求 然后就会创建5个PODO去做AIGC 做绘图 一会儿就会出来 因为它这个加坏模型时间比较耗时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直接看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稍后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效果 然后 此外就是我们也提供就是 就是PODO的整体的可观测性大盘能力 包括上面的那个 它的一个 请求就是通透量 然后成功率 成功率 成功率 处理成功率 然后它的PODO的扩测性趋势 其下面的一些RT响应延迟 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这种大盘的形式 直观地看它的一个服务质量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 感谢大家 下面这个是我们阿里云肯台队伍的建立这个 丁丁交流群 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加一下 后续我们有什么问题 就是不管是不是社区的肯台队伍 或者是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去交流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有那个话筒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 就是关于将在K-Native里面去铺鼠模型服务 作为这个就是reversion 就是我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在你刚刚的事例里面 就是您强调了并发数是一 它作为印线字去作为 比如说concurrency的参数去进行采行扩收容 那实际上呢 这个在我们用模型服务去做预测的时候 就我们会发现其实它除了这个concurrency之外 我们可能还会需要比如说进去显存的扩收容 那其实我们就是有这种KPA跟HPA相结合的这种场景 我想知道阿里云有没有这方面的实践 那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 其实像你提到的是类似多指标嘛 对 多指标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 站在咱们的用户的角度是希望 它哪一个负载上来了我就以哪个为之生效 对吧 对的 对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这边提供的就是 刚才我提到一个AHPA 我们可以支持多指标预测 并且其实它预测是其中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特性能力 它里面就是和就是我除了多指预测 我针对那些正常的扩收容 我也可以支持多指标的一些一个配置 配置完之后 之后 然后与可怜的问题结合之后 我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指标 GPU的我们也支持 并发售 CPU Memory 多种指标组合 是这样的 我们是提供这种能力的 OK 我想问一下这个 这个AHPA您刚刚提到 是有开源的产品吗 哦 开源的目前没有 开源的目前没有 是我们 因为这个是我们和达摩院那边合作的 可能目前还没有开源 OK 好的 谢谢教授 可能这边时间到了 我们会下交流一下吧 好吧 就是那个 确实刚才有点时间上延迟 不好意思大家